另外一种很接近文学的可能是一些言情小说 或者是传记小说或传记文学 我想把这两类我们稍微分开来 如果是一种虚构小说或言情小说 看起来好像跟历史有关 因为很多历史书它其实是有文学价值的 如果说它今天确定是没有文学价值的历史书 或者是一些小说类的东西 我会建议这样来读 我先讲历史 历史一定会带有一些写作者的主观意识存在 因此我在读的时候 我一样是把形容词都拿掉 我只要抓出它做了什么事实就好了 比方说我们主持人王小姐 她美艳动人 跟我们王小姐呢 她是个女人 我的美艳动人其实已经在暗示王小姐是个女人嘛 可是美艳动人是形容词 女人是一个事实 是一个名词 那么如果今天有一部历史的故事 它的形容词过多 那么我会把它归类于比较偏属于小说 因为她有可能会加入了太多作者的主观性描述 不代表真实的情况一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王小姐是个女人是肯定不会变的 但是美艳动人会不会变 会 有可能 我们老了有可能就不美艳不动人 有可能 所以我们在读有关于历史的时候 我会去抓事实 可是如果我今天在读小说 我可能会想要去了解的是说 她讲了什么事实 假设我今天不是要打发时间 我只会抓 她讲了什么事实就好了 我就可以快速告诉大家 这本小说在讲什么 可是如果我今天真的很闲 没事做 打发时间 我多了解那些形容词也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要根据一下 自己的阅读的最终目的性 你可以稍微筛选一下 你想要抓的关键字词